大家好 我們是張素國際時鐘動畫組完全潛行 好 我們的故事大綱是在一個偏僻的鄉村裡 有一對兄妹 妹妹戴希是天才科學家 而哥哥馮在外工作維持家裡的生計 故事的開頭 戴希正在進行一場Full Dive的實驗 但程序突然出現了Bug 機器失控爆炸 導致妹妹昏迷不醒 於是逢拯救戴希的故事就這樣開始了 Full Dive就像全面啟動跟盜夢偵探裡的技術一樣 是能讓人做夢的科技 製作完全潛行的動機是為了宣揚Full Dive這項技術 詮釋它的功用原理 並讓大家知道它的利弊以及目前的研究狀況 故事裡我們將哥哥比喻成觀眾 他只是個平凡無奇的一般人 並不希望戴希去做這樣危險的實驗 但是當自己變成受害者的時候 又只能將希望寄託於Full Dive上 所以我們應該位於籌謀 畢竟沒人知道未來會如何發展 就如完全潛行這個名字 其實潛行念作潛行 意味著進步向前 永不停止的意思 這就是它完整的核心理念 其實戴希她是個天才 在這毫無線索研究上 幾乎完成了Full Dive的理論 只差臨床實驗的數據 此時她以自己作為實驗體來測試 這是個難以置信的行為 首先作為研究人她 出意外的話就前功盡棄了 第二 還得要有讀上性命的決心 那她究竟是為了什麼 其實動畫一開始就有透露出 戴希曾躺在病床上一段時間 那時的她就下定決心 要幫助所有受疾病所苦的人 脫離現實世界的框架 全心全力研究Full Dive 這就是戴希的內心動機 另外實驗是有風險的 因此有了備用計劃 戴希希望馮能幫自己完成最後一步 而馮也因此體悟到了Full Dive的存在價值 解決場景其實是戴希之前設計到一半的世界 以他們自己的家庭作為主體 這是一個充滿想像力以及希望的世界 馮希望戴希能夠住在一個令人開心的地方 戴希她喜歡海洋生物 所以馮她就創造出了會在雲海上翻滾的巨大鯨魚 設定她每天早上六點都會翻滾她巨大的身軀 劇中之後馮她把Full Dive推廣到了全世界 每間大公司都對這項技術非常的感興趣 每幾年後Full Dive跟元宇宙的結合 帶來了跨時代的技術革新 讓虛擬跟現實相容 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型態 使戴希在這幾年內交到了許多好朋友 還行走了各式各樣的奇幻世界 過得非常的開心 其實在前期編排這個階段花費的時間是最久的 失去了好幾個月 反反覆覆改了很多版本 例如分鏡 我們在做完的時候一起觀看了一遍 發現裡頭有著許多鏡頭 都拿去解釋過度、走動等等沒有太大意義的表演 也因此有著11分鐘的長度 於是我們重新整理分鏡 把多餘的部分拿掉 提供出最精烈的演出 最終也是縮到了6分鐘 而我們在場景和角色上也是投入了很多心力 角色過去的版本在配色上不予的平板 不然就是造型太複雜不討喜 在經歷的各種修改後就成了現在的樣子 把楊紅和黃綠突出到極致 與第一版大不相同是極具個性化的設計 在動畫的繪子上 統一隊員的風格是一件困難的事 我們能做的就是在製作時把攝影機放在旁邊 隨時檢查自己有沒有偏離軌道 不過有時候適當的打破規則 更能表達自己情緒的張力 而在動態的參考上 我們會先自己演一遍 觀察自己的重作之後才會下去做繪子 再來就是參考各類作品 我們會去觀察FIT 宿命迴響 一拳超人等等精彩作品的動態 羅列出重點之後再下去做繪子 這樣能有助於我們創造出更好的動畫